這個毫無疑問的一定就是布蕾 最近這幾年的話我相信 全國的球迷應該都知道就是我們的布蕾 當然是之前我們的隊友布蕾 他這樣的貢獻無庸置疑一定是對 不管是中華職棒 尤其是對我們球隊一定是最大的貢獻 有這個球布蕾 紅到了左半邊 借外球 全壘打吧 就可能就是走外野的全壘打 打到那個宇宙然後讓人家看不到 是裡面紀念還是借外球 不過那時候在測試應該是500多跑不掉 然後那時候就變成借外球 非常氣啊 對啊不只是氣而已 這個真的是憂啊憂恨啊 想說怎麼這種誤判會在這個時候出現呢 這個球打成了在左外野方向 看借內還借外 喔 連續七場比賽 球出全壘打 Diosapuito 哇 連續低 最難忘的喔 應該是他連續七場全壘打吧 如果以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他的連七場全壘打 這個 這個真的難度真的很高 至於感覺 因為我打到第五場 我是覺得很困難啊 他可以打到第七場 現在目前還沒有人家破他的紀錄啊 因為不能夠上衣啊 昨天有跟我們有聊到他說 他之前打全壘打打很多隻 我們都會送一個小娃娃嘛 給球迷啊 然後他老婆也想要那隻娃娃 可是他說送給球迷都沒有拿回家 他來到這邊的時候 他說他沒有那個娃娃 我說我再找看看 我剛才找到上上代的款式 然後到現在的款式 給他們做紀念這樣子 就開始一個寶寶 是一個界外球 空歡喜一場 兩好一壞 我頭部手還是不能大意 兩好一壞的球數 這一球 打成了在左外野方向 沒垮 頭不浪啦 頭不浪啦 哇 他讓不懂棒球的人 也懂棒球 他讓懂棒球的人 更懂棒球 這場球賽就會有很多很多的變化 他可以一棒把整個戰局扭轉過來 就只有短短的兩年多而已 那但是還是要感謝他 他不斷喚起了私利 也喚起了統一應該有的球空 所以在這裡要感謝 深深的感謝布連